我姐姐是12月17号去世的 她在湖南的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这个公司连续让她出差了很多很多天 然后在贵州那边出差 然后她在那边由于长期出差加班 然后就身体很累 多次跟领导们就说申请要家人 就是去之前都已经答应说要给她家人的 但是一直没有家 生病了之后她就请假 请假回来长沙了 然后在17号那天就猝死了 我加班了71个小时 他们公司都审批了 这个有丁丁有记录 工作上的事情可能就直动在一个阶段 那可能就有家里班 然后呢再调休 基本上普遍的这个情况都这样的 我们也愿意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 不算一点钱给她 问题是她这个差距要求太大了 双方认识上的差异 单位要求员工 在一个月之内交发 她7个小时已经严重的违反了 劳动的话对员工造成的损害 要承担这个排断责任 这个月不能超过36个小时 阶下劳动行政计划去投诉 要求她这个进行处罚 员工不是在工业时间而死亡的话呢 她可以要求这个用人单位 给予非英工死亡待遇